说到赵家班 可谓是中国喜剧界的半壁江山 赵本山旗下高徒小沈阳 宋小宝 赵四皆是大红大紫 所以不得不佩服赵本山的造型手段 别看这些徒弟都混得有模有样 甚至成为圈粉无数的大明星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都不敢离开师傅赵本山 而自立门户 在赵家班中存在着一个地理 听话跟着师傅好好干 名利双收 一旦出幺蛾子便会下场很惨 毕竟赵本山在娱乐圈的地位 视力并不是这些徒弟可以撼动的 但就有这么几个徒弟 因为不服管教而被赵本山赶出赵家班 关小平成名于乡村爱情赵四之前 属于有点小名气的艺人 也曾与赵本山师徒相称 但因不服赵本山管教而被赶出赵家班 而他也从此丢了事业 王亚宾版的王小萌虽然只出现了两部 但是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骨子朴实劲儿是必唱演不出来的 王亚宾其实真正的身份并不是演员 而是一个舞蹈家 还是国家级的 出演乡村爱情后的王亚宾始终没忘记自己的梦 演完两部后就继续投奔到自己的舞蹈事业中了 现在的他与赵本山没有什么往来了 小沈阳自从赵本山带他上了春晚之后 一夜爆红后 走红之后各种膨胀 不听师傅的话 出去接私活 赵本山直言 你离开我之后啥也不是 这也证明了赵本山的一家独大 别无分店的含义 王小宝也曾因皆私活遭到严惩 被撤了团长职务 2012年在沈阳追尾大人 也让赵本山很生气 后来王小宝亲自向师傅磕头认错 并保证再也不会犯了 认错之后 很快就回到了乡村爱情里面 继续演出 我们下期见